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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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几年的情恩 时光究竟是错缝了 虐恋气调不变 不过女主黑化 总算不用动不动就一语而终了 另外必须提到的是2015年大火的花千古 女主受刑毁容复仇归来的剧情 让观众集体欢呼 然而相比两部爆款 baby主演的《孤芳不自赏》 刘诗诗主演的《醉玲珑》就有些差距了 甜宠大爆发 软萌可爱女主 在大女主正火的时候 初代作者顾曼悄悄转变了画风 她的微微笑很星辰 姗姗来吃 和她第一部何以生肖默比起来 甜的让人牙疼 这次转变一方面是因为甜宠门的需求不断增长 另一方面沙雕文化流行 生活不易看伙儿甜剧 成了不少人的解压方式 最重要的是 创作门槛低 变先快 这两部大火后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亲爱的热爱的也应孕而生 还有今年的传闻中的陈千千 爆款剧的大女主变回了小可爱 总之从虐恋到甜宠 《严情文》中的女主类型换了一波又一波 当初的严情大拿们也在行业内坚持了十几年 希望她们能继续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陪伴上大萤幕 满足观众对影视剧的需求 瓜有没有喜欢哪种类型的女主呢? 咪咕视频独家策划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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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